焦点话题 今年的国商日 在全省各地有不同的纪念活动 有华裔老兵后代及社区人士 呼吁民众当天走出家门 了解华裔前辈的奋斗史 向为国家贡献的退伍军人致敬 马上来看记者陈英文的报道 Teresa Mew的父亲和叔叔 都曾参与二战中 目前已经不在人世 她的父亲黄炳芳曾参与解放荷兰 是首批被派往欧洲 对抗德军的加拿大军人之一 是唯一一名华裔 Teresa说 华裔当时并没有公民权及投票权 但她的父亲还是毅然奔赴战场 我父亲曾参与第二次 他参与第二次 其他人曾参与四次 他们参与党参与党参与 这就显示他们真的想要 参与联系 参与党参与自由 他们真的感觉他们是美国 他们很厉害 虽然所有的抗争与党参与党 他们仍然想要 整个世代的生命中 由于积极参战保卫加拿大 华人在战后获得了更为平等的待遇 回国后 Teresa的父亲得以在联邦政府工作 他的叔叔黄炳超 更是成为温哥华首名华裔会计师 为纪念温哥华胜利广场纪念碑 建成100周年继国商日 温哥华市府近期通过一项动议 你会在室内1000条灯柱上 看到印有退伍军人照片的横幅 其中也不乏华裔老兵的身影 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让更多人知道华裔老兵故事的 加华海陆空退伍军人会 第280峰会副会长邝杰雄表示 经过多年努力 越来越多新移民和华裔后代 也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周一是国商日了 20多年来在国商纪念活动 拍下无数照片的摄影师 温森卷表示每年都能捕捉到动人的瞬间 温森观察到在11号当天去现场 参加纪念活动的人 有所减少 他邀请摄影爱好者周一 跟他一起捕捉具有纪念意义的瞬间 同时呼吁民众 无论当天天气如何 都亲自去温哥华胜利广场 和华步纪念广场 向老兵们致敬 Omni News记者陈一文报道 国商日有许多地方都举行纪念活动 在温哥华胜利广场的国商日纪念活动 在早上10点半开始 历时约一小时向退伍军人致敬 而华步的国商日纪念仪式 会在中午12点半在华步仙桥纪念碑举行 在列治文纪念仪式 在早上10点40分 在市镇大楼东翼举行 运出连线在国商日将为军人 及退伍军人提供免费公共交通服务 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 参加国商日的相关纪念活动